欢迎收看本组的气不成湿空气与遮 下雨天就需要撑伞连龙猫搭公车都会撑伞 你问我为什么要撑伞因为公车站跟站体间有间隔不撑伞会被雨水淋湿 那么直接在公车站加上雨伞就不用自己撑伞也不会被雨淋湿啦 可是要怎么做呢 解决方案一 将后车停遮雨横向路面伸出 法规规定道路垂直进空至少4.6公尺 这样并不符合法规 解决方案二 把后车停改造至4.6公尺以上 但是 造价成本提高 而且因为重心上一抗风能力降低 阿贝吹走了 或者地震来了就垮了 解决方案三 在公车车门上加装活动是雨遮 但可能会打到其他东西 哎呀 站牌被撞倒了 哇 换衣收不回去开在路上太危险啦 解决方案四 喷气是雨遮 以无形的屏幕取代实体雨遮 用高压空气将雨水吹离 就决定是你啦 你有听过空气雨伞吗 是借由速度向量合成的方式 让高压空气的速度向量与雨滴的速度向量合成 使得雨滴的末速方向偏离撑伞者 形成一个空气屏幕来避免撑伞者被雨淋湿 将它的原理运用在我们的公车亭上 便能达到预期之效果 公车雨站体间的间隙会导致乘客被雨水淋湿 感应器侦测雨水后会启动空压机 空压机便开始将空气打入气瓶 此时电磁罚会关闭出风口 有两个超音波测距移分别感应公车近站及乘客上下车状况 公车停靠至固定位置 两组测距移会触发电磁罚开启出风口 进行高压分器 在公车靠站时形成一个空气雨遮 谢谢您的观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